我是柏杰的CVQT 欢迎收看新华畅2024月损第八期 这上期我们看完了双人合作赛 以及个人作品赛 这期终于迎来本档节目第一个高潮 同时也是从17年有期 延续至今的赛制 大魔王踢馆赛 而今年的大魔王阵容还算丰富 这16位大魔王分别是 李大奔 李尔兴 李嘉隆 李毅杰 Mano 王奇鸣 小白 滴滴剧 大渊 福克斯 艾斯 以及 KK Love 虽然在节目播出之前 爆料已经铺天盖地 但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这场踢馆赛 那不管怎么说 点赞开启我们今天的Reaction 那么在开始魔王挑战赛之前 还有一场EVE Battle 那就是阿拉梅VX罗言 哦 好像哦 虽然这次一首不适合比赛的歌曲 但是整体听下来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轻轻且简单的极大旋律贯穿的整首歌 而阿拉梅摒弃过往的技术流 用舒缓的flow 在歌词中诉说着 他与女朋友的点点滴滴 用词不华丽 但甚在通俗 非常的有画面感 当女朋友说要听王以太的时候 阿拉梅那一声模仿王以太的唱腔 比红手指还要像王以太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有创意 不过很可惜的是 本来竞技性就不高的一首歌 阿拉梅还是出现了万词的失误 虽然歌曲不错 但要赢一下比赛的话 可能性真的不太高哦 罗言带来这首敌人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他现场发挥的怎么样 反正节目上呈现的音频状态 我觉得是烂透了 他许多地方的奥店非常的不稳定 仿佛就是罗言小便完之后 一直维持着打尿症的那个状态 然后上台演唱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演唱方面 我觉得这场发挥是不符合罗言实力的 而整首歌里面 他设计了三段情绪 一开始的旋律走心 中间的励志打鸡血 到最后的双脚离地 很明显这首歌的编排设计 完全就是奔着比赛去的 所以完全不顾及听众在听感上的享受 我能感受到罗言的用意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证明自己 既能唱旋律又能造起来 但我觉得这种敌人 并没有放大他这些亮点 反而让他该旋律的部分旋律不起来 该造的部分造的很牵强 虽然整场看下来他比阿拉梅稳定 但如果是这样的发挥的话 我倒是觉得可以接受阿拉梅的小失误 所以这场我比较倾向阿拉梅 105比100 就差5分 很可惜很可惜 这里开始淘汰人了 阿拉梅可惜 这个抱歉啊 只当是这样没有办法 但你可以 We have chosen Jesse 哦 Jesse其实蛮可怜的 他Cyfer的发挥非常棒 然后跟笋合作的爱子痛也是相当好听 哎 但是 狠心淘汰小老弟 我觉得淘汰了BerryChan还有无脸男是蛮合理的 因为他们上一场的发挥真的非常差 弗莱走了之后 热果战队就剩下一些战斗型选手了 OK 灰子挑选大魔王 其实我觉得他很有底气 挑谁都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 一直有一股能量就憋在里面 算了吧你恶心 哎呀呀 我想选Melo 哦 可以 嘿嘿 这怎么算的你还抽了大魔王了 把你给低流出来 我没看出有多强了 你是过来打哥了 听完咋说呢 你刚来就得走了朋友 用我帮你打错吗 哈哈哈 可以啊 绘制这首广顺门虎 虽然绘制在前半部分 通过致敬hiphop的方式去表达自身认为对的态度 以此嘲讽一些假hiphop 从来去凸显整个放儿 搭配整个被观众包围的舞台 确实有给我一种underground party的那种感觉 但老实说这一部分的经历性并不高 灰子听起来也像是管顺小猫咪 结果在中间位置一段女声迎唱之后 伴奏也换成了节奏更加急速的check 灰子便开始大量的发射punch line 尽管在一些foil上或者一些蕴角的处理 并没有前几期那几首歌那么亮眼 但我觉得它的punch line力度是精准的 是足够的 所以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有被灰子爽到 我觉得可以的这场可以可以 哇 这叫采样 登登登登 OK Meno带来这首经典 分别演唱了他和nono合作的经典 以及他的新章级歌曲SUV 上半段的那首经典 当开头那个富有香港90年代电影感觉的采样一出来 Meno在开口的时候足以给到我想要的感觉 整体的发挥松弛有度 虽然foil的变化并不多 但反而是拿死的 是完全符合我心目中这个peak 就该这样唱的那种vibe 但非常可惜的是 这首歌的原词也是比较犀利 节目删改太多了 以至于听的时候 前半段还觉得 哦 有意思 但后半段会慢慢的沉下去 然后他下半段突然衔接了SUV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一是给我的感觉完全是为造而造 在B switch的部分没有做一个用心的设计 SUV它的伴奏确实非常的摇 但我觉得在冲击地上是比不够灰子那个 不喜欢拐弯抹角的punch line 所以我觉得melo这一场属于虎头蛇尾的一次表演了 124比118灰子获胜 哦 这个也蛮符合我心目中预想的那个票数 OK Justin 带来这首想要击败我你是在做梦 我很喜欢他整个伴奏给我的那种行军感 就是小号的旋律搭配后时的808鼓敲下去那一刻 确实有 Justin 开头说的当鼓敲下来那就双脚离地的感觉 而且在这首歌里面能够感受到 Justin 在歌里面 玩了一些平时没有玩的尾音变调 以及户壳部分的旋律拉长音等技巧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 Justin 这个现场给我的感觉 还是有点气息不足 就是在Word的地方有一些段落明显就是唱得太久 然后声音慢慢的变得累了就是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有点牵强 但是他这首歌的缝编排其实也不怎么密集 所以不知道是收音还是沃玛的问题 又或者是他自身气息不足的问题 反正在这样一个熊壮鸡啊让人振奋的伴奏中 他这种声音瑕疵会显得有点格外不和谐 而歌词方面则以孙悟空的形象为切诱点 讲述着一些关于勇气大无畏的坚定态度 不过在后半段的词里面 他塞入了阴阳怪气福克斯的词 这节目上确实非常的有效果 接下来就是看看福克斯与沃回应的 你有没有看到刚刚滴滴剧的表情 他这样的台风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硬狐狸 老实说福克斯这首的prop rap 我真的没有办法非常认真的去听他这首歌 因为他这首歌完完全全给我的感觉就是 效果大于演唱 我完全搞不清楚他是故意这样唱的 还是不小心这样唱的 动不动那个腔调变得古灵精怪 还额外会加一些的声音 给我感觉太超前了完全听不懂 而且一开始我感觉在前部分 福克斯唱的还是有以前他的样子 那后半部分模仿老旧那种训人感扑面而来 但他却没有老旧那种气质 所以非常的不自然 显得格外的油腻 然而就是他这首的prop rap一点也不怕 我不知道他的户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我真的第一次觉得把Squatch加入 说唱歌曲里面会显得那么的尴尬 他这一场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到了一些偏远城镇表演一样 现场的观众、导师、选手、大魔王 都变成了听不懂说唱的大妈大伯 非常尴尬的看着他在台上自我感动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福克斯 我表示非常的痛心 所以这一场对决我个人是倾向于Justy的 耶116比81大比分获胜 嘿嘿嘿嘿 本轮的大魔王对决是喜罗村老大战队的C2C 哦C2C OKC2C带来这首邪不压阵 上个在开头大喊隐藏是因为这首歌的彩样 我记得是隐藏那首我不管是用了这个彩样 编曲风格、谷主以及三段verse的编排 都透露着一股非常浓烈的黄金年代Bombetway 我觉得这类歌曲即使你听不懂他的歌词 也可以跟着古典跟着他的腹去摇 而歌名叫邪不压阵 从两人在内容上的表达 邪应该指的是三页 而正指的就是他们最根源的地下态度 我觉得这类主题在说唱圈里面其实蛮多的 但好就好在这首歌 大愿带来的这首歌有点混哦 在整首歌里面 大愿并没有展现一些特别的说唱技巧 那么歌曲的阻力性以及内容就将会是这首歌曲 能否赢下比赛的关键 而他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描写他热爱汽车 喜欢在半夜跟一些朋友飙车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觉得一些汽车爱好者听这首歌的话 可能会非常有感觉 但像我这种穷逼 别说改装车的 连车尺都买不起 所以真的没办法去get到这首歌 所以这一场我认为西路系胜 121比75 西路系连压式获胜 对嘛 大愿这首我觉得适合再改装车电放 小李 双个兄弟带来这首赚钱上山亚 曲风扇跟他们上一集演唱的那首《别管》是差不多的 那上首歌探讨的是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的一些宣泄 这首歌虽然也是围绕生活这个话题 但内容上我会觉得更加的有趣更加富有想象力 但内容上关于一些衣着打扮的喷嚼 我觉得也是蛮搞笑的 而且有个点就是双个兄弟好像是东北的吧 我觉得东北人好像对海南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可能这种情愫就像是广东人在冬天的时候 喜欢去一些有下雪的城市一样吧 不过放在说唱的经历上 特别是对上小李这种大魔王 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 OK小李带来这种玩杂模式 是目前为止所有踢管大魔王里面最有魔王范儿的一首歌 他整首歌的伴奏我是真的非常的喜欢 弦乐加合唱人声 然后塞入各种带电的音效还有吃真的重骨 为整首歌营造了一种未来感 还有一种非常有压迫的审判感 而小李在这首歌里面选择挂电我觉得是明智的选择 因为如果他以他甘声来唱的话 那分分钟钟会被伴奏把他的声音都压没有了 虽然他这个电量听起来是有点高哦 但和伴奏是和谐的 平时不怎么听电的听众听到这首歌可能会受不了 但如果平时有听小屋脊蓝侠还有玩哨的歌曲 那小李这种电量其实对他们来说sup-sup-sue 而且小李在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也有着对某些人的群体的攻击 但这首歌是在beef之前就做好的 说一下服个诗应该会有的 而且的时候还没有和Digi Gato发生beef 所以虽然有些歌词听起来像在说他们 但我觉得是碰巧少到了 那我不管怎么说这一场对决很明显小李获胜了 4票 只差4票吗 所以没有公布结果 然后下一期再见了 那下一期再见咯 呢